現在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有請正方主臉 緊席評判在在各位 今天的辯題是代理任務 兼在國合法法口開正方 代理任務一詞一般用於台灣分地 亦是香港一般人不知的代務 根據1993年科技協助人類新席委員會 最後報告指出代務懷孕 是指代務為其他人接受人工受精 或者胚胎炎症 並為肝人懷孕 到嬰兒出生還給委託夫婦 2010年國際生育協會聯盟的調查顯示 全球有23個地方可以合法進行代務生育 而港府早在2000年制定的人類新席科技條例 規限在港進行代務產資的行為 我們支持代理任務兼在國合法法的基礎 便是建基於在當年制定人類新席科技條例 當中的種種條件 根據人類新席科技管理局制定的 新席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 新席科技成長即代務產子 只要符合以下的規定便即屬合法 當中包括 第一代務安排中的配置必須來自於代務安排 提出代務安排的委託夫婦 第二只能提供給不容夫婦 第三是不可接受商業性質的交易 換言之在特定的情況下 香港現時已經容許代務產資 第二因此在審視辨題中 再講合法化這五個字的時候 應該視乎香港有沒有代務產資合法化的必要 以及香港設有條例前和後的時間 還有一個比較 審視合法化後是否比之前更好 因此我分析以下兩大原因 全面支持這樣的變態 第一夫婦有權利去繁殖下一代 建立完整的家庭 根據基本法第37條 香港居民的自願生殖權利 是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 每個人應該有生兒育女的權利 當然今科技發達 人類生殖科技已經容許人 透過人工受孕 或者試管嬰兒等的方法 去解決不育的問題 即使出差一方本精子或者卵子 都可以透過第三方的捐贈 再以試管嬰兒的方式去懷孕 不過直至今時今日 因為部份子婦女的子宮受決 令胎兒未能成功地自然成因 令他們無計可施 但隨著科技的進步 代母產資的安排 令他們有機會引入下一代 在不侵害其他人的權利下 以群需要代母安排 才可以引入下一代的不育夫婦 是應該有權利去繁殖下一代 建立完整的家庭的 第二社會應該給予不育夫婦 這個自由生育的機會 在社會方面 夫婦不育已經成為香港社會 一個嚴重的問題 根據香港研究中心的資料顯示 香港不育夫婦 已經有十年前的十個百分比 上升至2004年的十五個百分比 即是每六對夫婦 就一對有不育的問題 由此可見 夫婦不育已經成為香港社會 一個嚴重的問題 如果社會以致港府 都不去政治這個問題的時候 進行有效規管 問題是不會突然消失 而是不斷發展下去 在香港有求走工的自由市場定律下 如果沒有法律規管 不育夫婦都會自行尋求出路 例如無婚姻關係的同性戀者 可以借種兼借土去產子 又例如委託夫婦可以作出 一句商業性質的代務產子安排 到時所引起的道德爭議 將會比不合法的更大 因此香港應該透過代理任務 再講合法法 有效規管香港代務產子的安排 被不育夫婦一個內務產子的機會 因此 我方今天的問題就被應成了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一條問題 中國傳統思想 不孝有生 無孝為帝 香港的不育夫婦 在家庭和社會上 都面臨著極大的心理壓力 范芳同學 你認為在不涉及商業性質的情況下 香港是否應該給予一個機會 給不育夫婦呢 多謝各位 主持人 所要的時間為 4分06秒 無過15秒 所以扣分 轉做有請范芳主辯 你有四分鐘的法言時代 準備好請在介紹事件 主席 評判最後各位大家好 四分鐘法言不能跟我們講 我們要幫不育夫婦 幫他們去整整一個完整的家庭 但今天又方和便題字眼的定義 都搞不清楚 辩题之中的合法化 讲的是将一件事由不允许变成允许 由不合法变成合法的一个过程 所以方向要正立辩题 就和我们论证一个由非法到合法的过程是存在的 我们今天都知道 现时政府是由一个人类新政科技条例 去讲明去限制商业性质的代母去怀孕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以代母安排去作出 或者接受任何的付款 也就是说都以时为止 非商业化的义务性代理任务是被容许的 就算在这条法例成立之前 义务性的代理任务也都从来没有违反过任何法例 换句话来讲 义务性的代理任务一直都是容许的 由始至终都没有经历过合法化这个过程 所以方向要论证变体 就不能只和我们说义务性的代理任务应该继续去行 也要和我们论证 为什么要将商业化的代理任务去合法化 今天我方见到如果将商业的代理任务在港合法化之后 就会带来以下三席的道德问题 第一代理任务的子宫会浓为赞钱工具 将女性工具化 哲学家康德的最高道德原则其中一个表达方式就是 不要是人只是工具而非目的 又吐用分入这条面题的代理任务之中 容许商业性的代理任务存在 也就是将代理任务成一个生育的机器 将女性去工具化 用子宫来帮人生子赚钱 就认同贩卖器官 用身体的器官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 今天方向很重视一个中国的传统道德 但我们今天都知道身体发股受诸父母 但为了钱一些贩卖器官的人 他们容许自己的身体受损 根本就不尊重人体的尊业 这一件事也是社会大众一直都不接受的道德 因此商业性的代理 有没有形同器官贩卖 根本就不应该合法化 第二生育变成交易 应而沦为商品 商业化代理任务合法化之后 代理任务只需要将婴儿交给委托夫妇 将婴儿成一个交易 换得金钱 也就是和贩卖婴儿无意 生育已经变成一种种的交易 婴儿也就是交易之中的商品 生命无价 如果今天将商业代理任务合法化之后 就是将为婴儿的生命挂上价钱牌 用金钱来挂上等号 贬低人的价值 根本就不应该去容许这个情况发生 第三用钱将新生理的影响推到代理任务身上 事实上代理任务在新生上都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生理方面为了提高怀孕的机会 一般都会用人工受养的方法 同时注入多个受精卵 结果导致代理任务更容易怀有多胞胎 Central of Surrogate Parenting Parenting 的机构就指出多胞胎会增加流产出血等等 和其他病发症出现的机会 芬兰研究所更加发现 每七位人工受任的女性之中 就有一个严重 因为严重病发性而去住院 甚至威胁到代理任务的生命 在心理上代理任务怀孕期间和生育之后 都会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他们要作出骨肉分离的抉择 无疑是一种折磨 在伦敦城市大学做的研究指出 三分一的代理任务都表示 他们交出婴儿的时候感到非常困难 甚至有些代理任务最终都是决定去争取抚养权 事实上怀孕的过程必定是不同 必定是不少孕妇和婴儿产生感情的过程 但代理任务为了较遲这方面去交还一个婴儿 他们一定要压抑着自己的母性 自然的母性 是避免去和婴儿发生一个感情 代务要不停提醒自己 肚子里面的婴儿不是自己的 是别人的 而且不能够在婴儿出生之后再接触他们 再想问有关同学 今天代务性生涯法堂 气官军责无疑 有关同意气官卖下应该合法化呢 你都是无论 反方主便想用时间为4分10秒 我过时不需求分 现在有请政方第一副便 你有3分钟的打批评 才能够出发新闻的 是吗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其实原来今天反方同学和我方 站在同一阵线的 我们都是反对要折 是要商业性的代务 正正就是要规模 揮下香港的代理任务 其实今天反方同学不同意将变题 和二千年制定的人类生殖 科技条例挂钩 相反 他们认为在2013年审司变题 就应该在2013年将现有非法的行为 变成合法 我方实在是不敢苟同 第一 合法化是可以将原本非未有法律管制的行为 变成合法 未受规管 不代表原本是非法 第二 变题是并没有一个时限性的 换言之 今天即使我们正反 双方都是站在2013年这个时空 去讨论今天的变题 一样可以以当年代理任务再讲合法化的理据 去讨论今天的变题 今天反方最大的谋误 就是将合法这个过程 自我限制在此时此刻 然后再致持一些新的合法条件 再将它反对 有方同学 我懇请你下一位变连 可以出来勇敢和我们改正错误 和我们宏观地去审视 代理任务应否再讲合法化 而不是你们自创的 商业代母应否再讲合法化 再讲其实我方主编已经讲过 夫妻是有权利去繁殖他们的下一代 以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 中国传统思想 不孝有三 无孝无后为大 香港的主流家庭 仍然深受这种传统思维的影响 认为一个完整的家庭 必须引用和自己有缺缘关系的子女 作为不育夫妇 到底他们还有什么选择 科技协助人类新籍研究委员会指出 如果一般的治疗方法无效 不育夫妇就只有收养子女这一种途径 但根据社会福利处的数字显示 近年香港等待被领养的儿童 就只有大约一百个 相比在2010年 需要代母产子的四千五百多个不育个案 领养儿童对不育夫妇来讲 根本就是不辞实际 代母产子就成为了他们的唯一希望 这些需要代母才可以有下一代的不育夫妇 不是偷 不是抢 更加不是用钱去买下一代 有方同学 你回答我 为什么社会不可以给这些不育夫妇一个机会去繁殖下一代 让他们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 最后为了确保代理任务 是不会违反社会的伦理道德 我方专程走过了基督教安息日会的李经期牧师 他表示 就香港的言行法例而言 由于精子和论子是来自一对义婚夫妇 父母的角色非常明确 而且整个过程又没有涉及到奸淫或乱伦的问题 所以代母产子根本就没有违反到基督教眼中的社会论理道德 由此可见 有方同学今天所讲的论理道德并不是金科玉论 最后我想问有方同学一条问题 你们讲到代母产子问题多多 甚至有违道德观 但代母产子有违道德观议观点 我方已经角色了 但有方同学 你到底有什么妙计 既可以避免代母前在的问题 又可以帮助不容夫妇 但和他们有权源关系的子女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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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夫妇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选择 今天他可以选择去顶价 他也可以养育孩子成长 为什么今天不行呢 为什么今天有所谓的血不拉 真的那么重要呢 今天汪说我们人有生育的权利 今天打个比方 我们说人有生育的权利 到底会不会为了生育的权利 而逼人们卖血呢 不会的 今天人权底下我们是不会伤害他人 汪老师是否觉得 我们今天为了所谓的生育权利 伤害这些代步就很应该呢 就算那天跳入有夸架也好 当然义务代理合法化 现在的情况之下 一等代步发现自己想保留孩子 就算有合约也好 他也可以不加孩子给这个毁托夫妇 或者夫妇又会上诉 造成法律纽纷 例如说 好像著名的婴儿M事件 就可以感应发生的一种法律纽纷 这些纽纷根本上就没有办法解决 好了 我专门出来说 每个妇妇都有什么肉 但今天有多少都是完全不肉呢 在这里 今天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 都很想自愿去帮你呢 没有时候根本有所谓的女主任何在呢 各位 反方第一副面 使用时间为3分12 我过时不需求婚 现在有请正方第二副面 有3分钟的发现时间 随便可清解解写事件 主席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 有方同学 你根本就没有回答我方一副的问题 你们到底认为社会应不应该需要帮这帮不育的夫妇 还是你想帮 但是你根本想不到一个良全其美的方法去帮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请你不要再因为要反而反了 反方今天几位辩员都无视了我方所赞成 代理任务精彩港合法的基础 制定了一个新的合法条件 然后就作出反对 我方所谓之所以是基于现有的法律 是因为人对新政科技条例的条文严谨 有效地减少社会不同的人士 例如未婚和性恋的人 偷过代理任务产生育下一代 反方今天无视了我方支持的变形基础 在这自说自话 根本就不能反驳我方所说的种种理处 实在令人遗憾 我方多次强调 在社会方面 保护不足已经成为了香港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单是每六对夫妇 就有一对夫妇 不足的问题更简单 早在1993年 科技协助人类新籍委员会更加自出 不足已经被公认为一个需要治疗的病情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在2002年的时候 做过一个调查报告显示 即可有一半的不足问题 受访者 承认不足会令他们感到焦虑 情绪不稳 过半的人更加坦然 他们不足会影响他们夫妻的感情 由此可以见到 如果我们再不解决这个问题 将会为香港社会大陆沉重的负担 有方说 你口口声声说 代理有没有活干预自然生育过程 有为道德观 反方同行 你以今日代母产子和现时 事管婴儿最大的分辨 是代母产子给事管婴儿多了个代母 负责怀孕的过程 而两者同事都涉及干预自然生育过程的问题 根据反方同行 今日的道德观 请问你以事管婴儿的方法 去帮助不容夫妇 接受辅助生育有道德 反方同行 你今日最大的问题 是你因为根本都不能指出 你们的道德标准是怎样介定 有方同行 举掌外国例子 或香港一旦代母合法化 就会很难避免商业化的问题 但有方同行 如果你要把这些外国例子 与香港作出比较 首先你要告诉我们 在座各位 美国的相关法律 与香港最大的分辨 究竟影响哪 我首先在反方提出新闻实据之前 看看香港的人对新籍科技条例 条例中的规明度 代理有没有安排 是不可以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进行新籍科技程序 或代母合法制定的密室 而作出接受付款 除非是进行新籍科技程序 所直接产生的必要开支 当作判断应该由一班专业医生作出判断 这个情况之下 有方同行 请你下一位辯联出来答我 美国的国安 究竟可以怎样与香港相比 最后 我先问反方一条问题 有方同行 我方一会已经说明 基督教的立场 香港是容许代母产志 那你凭什么的话 代母是违反道德呢 多谢各位 欢迎认识的时间为3分08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以最有请反方第二个会议 只有3分钟的时间 出品好像平几十一时 我会认识的时间为3分08秒 接下来 主持评判 各位大家好 我方很开心 有方一会跟我们说 他都反对商业代印的 他有方今天跟我们互相抵抗议 他今天合法化 不是应该由一条法例 由非法去到合法 又应该说 没有法律规管 他叫有法律规管 我们先看看今天的法例 我们看到 因为这千年定立的法例里面 其实到现在 都不是完全强制代印母 一定要把婴儿 还回给这个鬼托夫妇的 看到今天的法例 都不是强制的时候 而我方和 今天手绑的规管座 究竟规管座在哪里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这个合约法的精神里面 一条代印母 并不可以在治愿的情况下 成为一个强制的法例 因为合约法里面 有一个弱因的精神 如果只有一方 受托鬼托夫妇 有责衣的时候 根本这条法 这个合约是不可能强制 今天所说的 由法例规管 到没有法例 有法例规管 这个定义根本就不对 我们看到 由非法做一个合法的 这个定义 今天大家都接受的 有可能完全没有反对过 我们看到 其实世界上 在做现代 有没有一个商业的范围里面 我们由商业 是不容许到商业容许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 是否才是合约法的定义呢 有可能我们说 自愿 或者受力跳入去 自愿跟你们说的时候 有可能我们说 很多代入夫妇 需要帮助 很多不愈 有可能今天不断地 和我们举出 六对夫妇里面 有一对不愈 当中有几多个 有可能主编所说的 是没有子宫的这种不愈 其实可能 并不是那么多的 六对里面有一对不愈 包括很多 丈夫是没有精子 或者妻子是没有女子 其他 全部都由其他方法去解决 其实并不愈不愈 一定是代入 当中你的资料 根本上就不是完全能够 今天代入没有 的需求是这么大 实际上我们看到 今天代入 因为有可能也没有反对过 今天代入和买卖 在去年有什么分别 可能今天自己都出来 和我们说法反对商业的代入 今天如果有可能不停地问我们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不愈的夫妇 我们实际上看到 今天有领养 今天有通常 我们说可以领养的小朋友 很少 有通常 麻烦你和我们去看 儿童去看 有多少代领养的小朋友 今天看到 很多的小朋友都需要代领养的时候 今天代领养的问题 有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完全没有反对过商业的时候 今天在定义上 我们必须去讨论商业 今天有可能然后去反对辩题 最后说到了 今天有可能所说的 所有的自愿的问题 即使有可能他有一步 当你所有的代入夫妇 所有真的有很多不育的夫妇 今天有多少人 愿意去做一个自愿的代入母 方舍过来 反方第二顾便 採用时间位 三分离三秒 无可事 所以靠回 这周围台下发文时间 请政方第一次台下发文者 要一分钟的发文时间 准备好听 请大家先 有分合学 你刚才提出了 美国婴儿M的个案 但是我们香港人类新籍科技的条例 已经说明了 要在香港进行 合法化的代理有没有 有三个条件 第一 放入代理有没有体内的配置 必须是来自委托夫妇 第二 代理有没有是不可涉及任何的商业交易 第三 委托夫妇必须是不育的 有分同学 你今天不断地和我们提出 针对商业代理有没有的理据 但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 代理有没有应在说 合法化 有分同学 你凭什么私自在这条题目上 加入商业性质的前置 去反对今天的电梯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项 現在有請反方第一次作答 你有1分鐘的作答時間 準備好請問一下 其實今天有方一會出來也跟我說 正方的眼中效果化的定義 有一個沒有法律監管 變成一個有法律監管的東西 但今天我們見到在香港的條例都寫明 今天我們見到 義務性代理有沒有根本不能強制執行 也只是要把代理有沒有合法 即是要把代理有沒有生出的嬰兒 最後加方給一個胃口腹 他必須要強制執行 你已經見到香港的法 你根本到現在為止也不能強制執行 到底合法已經合法化在哪裏呢 我們見到合約法的精神之下 有一個原因的問題 即是說今天如果一個合約當中 一方是沒有任何利益的取得的時候 今天如果他違反這個合約 依然都是不輪到他 請問有否來的合法化在哪裏呢 有請反方第一次陪客發問 你有1分鐘的反方時間 準備好請問第四次 請問第四次 請問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出來說我們說 義務性性的代理可以幫助到 不育夫婦有自己的子女 但是由二千年的人類 苦心性科技條例成立至今 香港是沒有任何一宗的代理案例 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對的不育夫婦 能夠受到幫助 因為不收錢根本沒有人 要無條件去幫助一對夫婦 例如有方同學口中所說 香港有四千多個不育夫婦 有方同學來解釋一下 為何現在香港至今 是沒有任何一對不育夫婦 能夠受到義務代務的幫助 有方同學口中所說的成效何在呢 第四次有三十二病 請你作答時間 有請星方第一次坐答 有一分鐘的進度時間 準備好請問的先試 謝謝 有方同學剛才問到我方說 在十三年來都沒有一宗申請過的國安 有方同學說 你錯了 自二千年新效率 十三年以來 有四宗代母安排申請的國安 只不過是因為他們 只不過是因為 人類申請科技管理局 他們的規管太過嚴格 因為為何要這麼嚴格 就是因為想保障代母和委託夫婦 他們兩者的權益 所以甚至未獲得法庫放牌照 和未獲得法案申請 所以有方同學 你今天所問的問題 根本就不在於 究竟是否真的有人申請 而是因為這個規管太嚴格 想讓他們有一個良好的權益 反方同學 香港在未立法之前 商業性的代母 一樣是未受監管 一樣是不符合你們所說的 由非法變成合法 那你們又憑什麼地據自切變態 那你們又是否自相矛盾呢 多謝各位 謝謝 有請法方第二次作答 未有一分鐘的作答時間 終於有時間的試試 有可能自己跟我們說 在代入母 義母代入母裡面 從來在美靜立法例之前 都不是非法的 我們正正看到這一點 義母的代入母 從來都不是非法到合法的過程 所以義母代入母根本就說不通 合法化根本就說不通 無論是說以前還是現在 從來義母代入母都是合法的時候 都是容許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一個合法的過程 所以根本就說不通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要說商業的代入母 所以我們才要說商業 而是今天商業在禁止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商業代入母裡面 又說商業代入母 有可能要內政 如何將商業代入母由禁止到容許 今天是如何由非法到合法 謝謝各位 有請法科第二次提供合法 還有一分鐘的訪問時間 準備好幾分鐘的解釋 主席平庫序的各位大家好 我方指出合法化是由非法到合法的過程 不過有關一副的時候 指出合法可以純粹是由無法例到有法例 不過我們先看看其他合法的例子 賭卜合法化是由非法到合法的 我們現在討論的窮性婚姻 都是計劃有非法到合法的 除非我方同學能夠舉出合法法 只是由無法例到有法例的例子 否則義務代務這件事 從有方所講人類新籍科技條例 成立之前到現在都未非法過的時候 究竟合法化了甚麼呢 有方同學請解釋清楚 謝謝各位 請法定有30秒的準備作法時間 介紹一下 有請證據以前做得 有1分鐘的進發時間 請給我請你介紹一下 主席評判 對兩位其實很感謝剛才反方的問題 其實他們說到合法化是應該由非法 變為合法才叫做合法 但其實我想他們看漏了一些東西 合法化還可以是指未受規管 變為合法 都是叫做合法化的 所以在2000年之前 在代理任務未受規管 而我們現在將它規管變為合法化的時候 我們就將代理任務在港合法化了 多謝各位 我掌聲鼓勵多次談一下法文 有一分鐘的發文時間 準備了請在計時的主席 法科和剛才的胡達根本在混亂 在香港2000年未立法之前 商業代表一樣都是未受 根本一樣都不是非法 根本就不符合你們所說的由非法變成合法 根本就不符合你們所說的合法法理論 那究竟你們憑甚麼自私變體 根本就在此自相困囤 便不符合你 第三個月份 對 有30分 準備做到時間 就是主席 暗示 這個便是 up 一 您呢 便不讀 沒有意見 不是 好 不起 minimal 暗示 贊 贊 正方的法文因為評判以為原來是一條文明 所以對方會除除了一次法文 不斷的手致 有請反方第三次同學法文 在更新的時間準備好請的時事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我方今天多次提及代母要違反自然武性 強行被骨肉分離 對代母造成心理影響 但今天有方無回應到的 請有方回答 要享受身而容慮之樂 不育夫婦可以選擇領養 但他們不選 偏偏要選一個與自己血緣關係的小朋友 為何不育夫婦的慾望 就可以凌駕代母的心理影響 為何不育夫婦為了自己的慾望 就可以將所有同婦加注到另一個女人身上 多謝各位 正方將有30秒的準備要再報時間 由請第二整方被三次確認 出翌 être賞吧 不能相機 有時間的預蒸主要準備有些機票 出翌全 好多謝有方同學剛才的提問 其實他們說到不育夫婦可以找領養兒童 其實領養兒童就是因為不多 他們才要進行代理任務 其實今天反方同學口口聲聲說 代理任務合法是剝奪了婦女的人權 但有方同學我想你們認真研究一下 新籍科技及肺胎研究實務守則 在實務守則定名 要進行代理任務的規範是非常嚴謹的 委託夫婦及代母雙方都要進行一系列的嚴格評估 所以無論是心理上還是心理上都要復合要求 所以代母是否進行代母產子的安排 他們之前是知道和明白一切的需求 所以不會損害了他們的人權或自由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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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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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